周立波妻子发文与王菊刚正念?王菊14次回应暗示故事结局 相信大家对周立波的事情都略有耳闻,自在美国胜诉回国之后周立波可谓是春风得意。 虽然舆论并不倾向于他那边,但是伴随着周立波的不断发文澄清很快吸引到了不少网民的信任。 但是生活却向周立波开了个玩笑,在他接受王菊采访之后,王菊又远赴美国采访了其他关键人物,让了之前没有机会面向大众做出回应的唐爽某某等人都有机会为自己澄清。 而随着他们的言论出来,很多网友又慢慢开始对周立波展开怀疑,并且发现了周立波澄清的许多出漏洞,周立波再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 而在王菊对某某采访的时候,某某却是说周立波其实并没有错,整件事情都是周立波的妻子胡杰在异受操控,周立波只是胡杰摆在台面上的一个演员。 胡杰公开质问王菊 对此,想必周立波已经很难再挽回大局,于是在昨日,周立波的妻子胡杰罕见地在社交网站连续发文澄清,并且将矛头指向王菊。 质问王菊为什么不对唐爽进行深入采访,是偏袒唐爽还是作为记者的专业水平不够? 其实也很容易看出来胡杰对王菊应该是抱有很大意见的,毕竟如果不是王菊的深入采访,周立波夫妇如今早已经将自身澄清得差不多,而王菊的插足。 对于周立波夫妇来说就是非来恨祸。 让之前的所有解释前功尽弃,日后想再澄清也变得困难许多。王菊十四次巧妙回应。 面对胡杰的公然挑战,王菊也是在社交网站中进行了回复,义无致敬,王菊闻之子了喜,和气之友。 王菊此番话无疑是在说,你们一直在演戏,我作为一个看戏的肯定是十分开心的,怎么还会生气呢? 王菊早些时候对唐爽的表态。 其实王菊很早就对唐爽表态过,在采访某某的时候,谈到唐爽王菊就说道其实他还是挺冤枉的,毒也不是他的,枪也和他没关系,就因为周立波出事时和他坐在同一辆车上,导致了他现在承受了这么大的舆论压力。 而此次周立波夫妇同时发文澄清,目的都是以至将矛头致向唐爽,并且也是连续转载了一位自称是物理系高材生的对唐爽抹黑的文章。 可以见得模糊是知名律师,而某某的背景虽然不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有很大的财富,周立波夫妇将矛头致向唐爽无疑是挑软柿子捏。 但是他们的心思,看客又岂能不知。 笔信看待 目前整件事情进展到这一步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能够给事情下断言,但是想必看客们心中自然有意干秤。 所以还需要我们保持客观的态度去总结这件事,理性看待,慎重发表评论。